音樂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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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仔仔的演技已經OK了 他演什麼角色不只是演爸爸 他演毒販他演警察 他演各種角色都能夠升任 那我只是擔心他們兩個相處 大家一開始都挺擔心的 因為我其實不太去 主動去跟人家說話的人 我記得導演再三跟我講過 提過這樣的事情 就時不時在我身邊這樣講 那我就想說沒關係 你到時候就看著吧 再接進去 接進去 其實第一天是有生疏的 但是你曉得到了墾丁的環境 從他們不熟到漸漸的熟練 到戲拍到一半的時候 他們的父子情的產生 我都覺得產生的非常非常的刺人 我跟小朋友的互動是很 我不太喜歡把他當小朋友 不管任何小朋友 他其實都聽得懂你在說什麼 給他太多這樣的客戶的時候 反而對他來講是一個不好的一個吸收 所以我是把他當作是朋友 相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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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時候你要好好的跟他慢慢的講 然後讓他理解說 我們現在做這件事情是為什麼 因為有比較偷機取腳的方式 比如說因為不收音 只是需要他的一個表情或什麼 你可能就在旁邊 像按一個遙控器這樣遙控著他 比如說你現在笑 然後他就笑 你在哭 難過 生氣 開心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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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敬念的答案 你演得好 自己演得好 有時候會有很開心 因為是開心看到爸爸了 知道嗎 但是又有點難過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在內心裡面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方法 你的方法一定更厲害 幾秒都沒有了 比我還厲害 要準備好嗎 對 開始 爸爸 同心可遇不可求 很多小孩子的片 演得像小大人 或者是很假 那天才的同心 就是能把這個可愛的 成真的一面 在鏡頭前面表達出來 我真的是每次 每次看到他們 每次都很開心 捕捉到小孩子 最純真那一面的話 你就會覺得那些過程是很值得的 對 拜拜